大家平安 我要分享我的见证就是 就是我认识族以来 就是有对我就是比较大影响的 就是在我大三的那一年啊 然后就是因为母亲的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行为 然后让我们家里的经济 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欠债这样 然后我的父亲就一肩扛下了那个载物 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 我才可以了解到说 哇就是我爸的肩膀 就以前都觉得我爸很凶 可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爸爸的肩膀是这么的大 然后可是却也对母亲产生了不谅解 然后对他有不信任感 就是会对他有一点防备心 就是会很怕妈妈是不是又会再做出一样错误的行为 然后几年过去了就是 我大四毕业的那一年我姓祖了 然后就是结婚的时候回家 就第一年结婚回家 然后包红包给爸妈 然后就是无意间我又拿起了就是妈妈这件事情 跟他开玩笑 我就觉得只是开玩笑 可是没想到妈妈很在意就是他做的那件事情 然后我就跟他大吵一架 我平常是不会跟爸妈吵架的 可是就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大吵 然后我就把我这几年对他的不满全部宣泄出来 就是责怪他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就这样那一天晚上就两个一言不合 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 然后就问神说 为什么要让我跟妈妈发生这样子的吵架 因为我觉得吵架很麻烦 就是还要和好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可是就又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不可以就这样子什么都不讲 然后就回台中 这样事情好像没有解决 就是没有一个好榜样 所以我就隔天一早上起床 我就跟我妈说 对不起就是我不该就是跟她吵架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也泪流满面 也跟我说 其实我就是我也就是两个就和好就对了 然后我就当下就是觉得说 原来和好道歉也不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回家就是经过这次的吵架之后 发现或许就是神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把心里的不满 然后跟我妈妈就是宣泄出来 因为我觉得从那次开始之后 我渐渐对我妈就是信任感慢慢的建立 然后也可以更以她的角度来看 就是就是以她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跟我妈 就是没有说关系不好 可是就是心里的那个心结就会因此而被打开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跟我的先生就是认识了九年 才那个结婚 但是那个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这个她之前有见证过 所以我才因此而信主 但是我很感谢主 那个在我结婚前我的先生信主了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期望 然后后来就是神真的成就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神的作为 然后我觉得先生要让先生来管 先生要让神来管 对因为 我觉得信任 就是两个在一起 信任是彼此建立起来的 然后尊重 可是信心要建立在神的上面 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看重彼此 然后看重我们组成的家庭 因为婚姻是神所祝福的 然后虽然说信任主不能说什么烦恼都没有 也是会为生活谁该做什么事 谁为什么里面有做什么事 而烦恼啊或什么 可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上个礼拜主日 传到就是传到我分享的价值观吧 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信仰有多伟大 而是神耶稣给我们的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上行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样会做错事情 因为我们是罪人 可是我们的错误可以很快的被修正 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觉得有主之后 生活就是充满 就是有盼望的 不会觉得好像就只是生活一些 为了生活而做的事情 然后我真的觉得认识主是我们这一声最大的祝福 对谢谢